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阿弟苏说你的恩典 耶稣非常的爱我们 让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一天 来敬拜祂 来唱四歌荣耀祂的名 来到祂的脚下 可以聆听祂的话语 我们求主耶稣圣灵 带领我们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呢 可以亲近祢 可以谢谢祢的话语 求祢圣灵 恩高祢不配的仆人 我们分享的 我们听到的都得到力量 我们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在继续谈 加拉大书第三章第三节 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着 周深城前吗 你们是这么样无知的吗 这句话呢 就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信主了五年 为什么信主了十年 为什么信主了二十年 到我们晚年的时候呢 我们离开了神 非常的伤心 非常的可恨 我想告诉你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天一起生 就以这个魔鬼呢 来战斗 你说故事怎么讲呢 我们是在战场吗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 生意就好像战场 做神力的人就好像打仗 打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其实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都是在打仗的 怎么打仗呢 就是这个空间呢 有圣灵有邪灵 邪灵呢 每一个秒 每一分钟每一秒 都想尽办法 把我们给杀掉 把我们给夺走 把我们给驴去 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 让我们不到教会 让我们讨厌牧师 让我们对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偏见 那保罗就说 你们既然蒙神的祝福 蒙神的恩惠 蒙神的恩典 你们不要放弃 你们的信心 要什么呢 保持你们的信心 要什么呢 相信 往前奔 不要一直想到后面 求圣灵来帮助你们 有个故事 英国的知名的步道家 他的名字叫罗伦西尼 罗伦 Hill 他某一天呢 他坐在 他在走路上呢 看见一群猪 然后呢 跟随着一个人走 他好奇心的 跟随在他后面 原来那些猪 都要进入什么呢 除载场里 就是把那杀猪的场里面 那西尼牧师不问他 那位带这个猪情来的人说 他说 你怎么做到呢 为什么你走路 然后呢 你的手两个手有篮子 然后呢 那个猪很顺服的 跟着你 一直走 你也不打他们 也不告诉他们怎么走 就是两个篮子里面呢 慢慢的 然后呢 那个猪就跟着你的篮子 慢慢的走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就回答那个牧师 他说 这个非常简单 我拿着 装着 豆子的篮子 这个两个篮子呢 里面都是豆子 边走 边杀 豆子 那么猪呢 就会专心的 吃豆子 不知不觉的 就走进了 什么呢 厨宅的 厨宅的 就是杀那个猪的 厨里面 那 这个牧师听了 吓了一条 那他在想 其实魔鬼的手法 也是就是 他常呢 围绕在信徒的周围 撒下 肉身的情谊 眼目的情谊 和精神的 骄傲的豆子 若我们没有警觉 将它们 射了下去 就会灭亡 佐拉 在小说 娜娜中提到 享乐 可以完全 毁灭 一个人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小说家 他说 享受了这个乐器呢 可以完全毁灭 一个人的 前途 为什么呢 好比说 一个年轻人 他在公司里面 慢慢升级 当了总经理 然后呢 应酬 每个晚上 都是喝酒啊 在夜总会里面啊 陪着客人啊 每一天都想了 哇 到了这个工程 赚了很多钱 然后呢 一天过一天 他已经习惯了 只有没有客人的时候 自己也去 这个 不好的地方 就是这些 舞厅啊 然后 经理的地方啊 就在那边享受 最后呢 他就被毁灭了 每个晚上 回到家 都是什么一个罪人 太太慢慢地 离开了他 最后脑离分 孩子 也没有了父亲 所以呢 魔鬼很坏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常常 聆听神的话 跟教会的会友 一起集在一起 分享 祷告 鼓励 很重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 面对 这个魔鬼的诱惑 成为一个 刚强的基督徒 好 我们就基督徒祷告 亲爱的阿爸 谢谢你 主耶稣 提醒了我们 告诉了我们 不要 因为我们 靠着圣灵 基督徒 相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 活了几十年的基督徒 慢慢地离开了神 主啊 帮助我们 抓住我们 让我们可以 靠着你的力量 战胜魔鬼 走完我们这个人生 你可曾一直在追求梦想 梦成了却发觉人世孤单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主求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 实现了却发觉人会失望 我如何得到永恒的喜乐 我主求你告诉我 美梦虽然能够成真 心想虽能失承 若我心中没爱 我将迷失自己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国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意 主求你让我只何为真爱 生活中学习去爱 我先学习求他 我先学习求他 我先学习求他